南加煤气公司宣布将联手南门市展开新试点计划 帮助更多的当地居民实现能源节省的更新升级 南加煤气公司近日宣布将联手南门市展开新试点计划 根据节省能源协助计划ESA Energy Savings Assistance 帮助更多的南门市居民提供能源节约的更新升级 在过去的五年中 节能协助计划帮助收入符合规定的用户们 安装隔热 挡风条 以及填补接缝等等 协助他们降低能源支出的花费 目前已经有近45万的低收入户获得了这项计划的协助 而这次新试点计划将携手ESA的用户进一步解决住户 像是失眠去除 老旧布线或者水管等阻碍ESA程序升级的问题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它将会增加家庭和家庭的质量 在这些长远的家庭改变的改变 这项试点计划由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提供相应社区发展辅助金 并且由南门市当局管理 南加煤气公司的用户必须通过ESA计划的注册 才能加入到新试点计划中 此外 如果是家庭收入低于特定标准 或者是当前有家庭成员 接受像白卡 红蓝卡 粮食补助等公共协助计划的补助 这些用户都可以获得ESA节能更新的资格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这项计划的相关信息 可以登陆官网或者是拨打官方电话进行咨询 中方电视采访报道